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分析的蛮好的 这篇文章是从宝可梦谈金融行销和争议处理 因为这个我自己本身从小时候玩过任天堂 还有这个北斗神拳 还有玛丽歐,玛丽兄弟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很少会玩那个电玩 那本身对玩电玩不是很热衷啊 所以这个宝可梦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提起很大的兴趣去安装这个APP 所以也没有去玩它 但是我们在很好奇 就是我们在做行销总是会去了解 为什么这个Pokemon Go 这么的热销啊 然后这么多人爱玩 引起这么大这么疯狂的举动 那我就去搜寻一下这个 去搜寻一下网路上到底 人家怎么去分析这个宝可梦 它为什么会这么疯狂 那这篇文章我觉得它写得很好 就是在讲 Pokemon Go在今年8月6号的时候 它进军台湾引起了疯狂的跟风 然后在这个台北市的北投公园 哇那个我记得我在脸书看到我朋友他拍那个北投公园的那个影片的画面 哇真的好可怕啊 就一大堆人蜂擁而至到这个北投公园 数百人冲冲冲整条马路都是狂奔人潮比拍电影还壯观 原来是稀有怪快龙出现了 只是这样跑车子要怎么过啊 那以前有个叫神奇宝贝的漫画跟卡通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记忆 那目前在YouTube上面也有这个神奇宝贝的那个卡通 就是从第一集开始一直到现在好像有几十集还是有上百集吧 我忘记了 我就是我儿子就到YouTube上去看啊 就哇原来神奇宝贝这个漫画跟卡通这么吸引人啊 那很多人很喜欢看 所以他是很多大人共同的童年回忆 那现在呢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抓怪兽的梦想啊 因为这个AR的技术啊还有VR的技术 那目前这个Pokemon GO这个手机的游戏是使用的AR技术 还有GPS这个地图定位 这个技术来结合和运用创造出新世纪的Pokemon游戏 然后带领人走向这个 由虚拟走向现实世界啊 所以呢 人无分老幼 当我们同在一起一起抓怪兽 所以这么的活热啊 好多人喜欢玩 然后行销之父呢 他认为行销本质上就是说服某人去做某事 所以行销可说是高明的化妆术 要抓住客户的目光 把行动化为行动 就是他抓得住我啦 那这个宝可梦的行销之处就是强啊 就是他已经抓住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这一段讲到 宝可梦透过各种行销方式 到底是哪几种行销方式 觉得这个真的要注意一下 品牌行销 他有Google啊还有任天堂啊 这些大厂的加持一直在帮他做广告 然后角色行销 宝可梦里面的这些怪兽 如皮卡丘啊 烹火龙啊 鲁鱼王啊 卡比兽等等 这个就是他们里面的角色 然后故事行销 就是宝可梦他本身的动画 漫画本身就有剧情 所以他是有故事的 然后再配合事件行销 就是电视的网路报导 还有各地抓怪兽的疯狂这个景象啊 所以这个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事件 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发生了 然后还有感官行销 就是他酷炫的AR技术 和现实的结合这个景象 再加上饥饿行销 就是他是从 按国家地区来逐步开放的 他不是一开放就大家一起开放 他是根据某些国家开放什么 在哪个国家开放 然后在一个一个国家开放 并不是同时开放的 所以这些手法一起来操作 使得这个Pokemon GO 一推出就登上APP的下载排行第一名 因为那时候台湾刚听到 国外有这个游戏的时候 台湾人还没办法下载 所以一旦8月6号开放下载的那一天 哇就已经变成了APP下载第一名了 那让很多没有听过宝可梦的人 也变成了忠实客户 事实上真的有许多人 他以前根本没有看过皮卡丘的卡通 结果他现在是先从这个 玩宝可梦的手机游戏 然后才回去看那个皮卡丘的卡通 然后当然因为这股风潮啊 就有很多老牌和新创公司 也想抢搭这个巴格梦列车 来行销自己的品牌商品 可是要怎么样利用他来行销自己的商品呢 他就是利用人们想要抓怪兽的心理来抓客户 然后就是让那些让那些人 因为譬如说我是开店的 我是店家 然后我店家附近有有怪兽 然后那个就很多人来我 我的店家附近抓怪 那就可以出进我这家店 譬如说我在卖吃的啊 卖饮料的 那就会有很多人到这附近来 我当然有人潮就有前潮啊 然后在宝可梦和现实特定地理位置结合的世界里面 有洒花的补给站 所以宝可梦出现的几率提高了 因此实务上有业者就吸引客户上门 他们采购了宝可梦的诱补模组 在店家的附近补给站撒花 那就会带来抓怪兽的人潮 利用这个方法 让很多人到他们商家附近来 然后发挥成长駭客行销素的爆点和极克力 这种其实是一种跨平台的行销手法 然后搭桥到知名的平台借力实力 开发该平台既有的客户群 来使用本公司的产品以加速成长 此举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发挥你我你中有你你中有的行销众效 所以我觉得这边写的真的好实际 然后这边还写到 那金融业呢 他怎么来利用这个宝可梦来强大这个商机呢 他这边讲到说 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 然后看到一些保险业务员在当街拉客 还会请喝咖啡进了推销保险商品 这种当街拉客行为 其实跟宝可梦怪兽有点类似 可是那种效果不好会被讨厌对不对 随着行销宝可梦的席卷来台 金融业用换一个方式 譬如说第一个在各大百货公司合作联名卡的业者 银行业者在8月13号的时候呢 在卖场据点共同举办宝可梦撒花活动 就吸引更多的怪兽出没 然后呢客人就会互捧营办 来这边抓怪兽充人气 然后有人气就有买气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许多金控银行开始在分行据点 设补给站举办定点限时撒花活动 又是用撒花的方式来吸引人潮 然后第三点呢 有银行业者结合宝可梦推出信用卡APP 买宝可梦的道具就可以获得抵用金 用这种方式来行销 然后第四个呢 某个金融商品比较网站和保险业者 为了推广保险理保险观念 在网站上就设计出 玩宝可梦之前呢先保险的文案 因为很多人因为为了要玩这个宝可梦受伤了 这个真的是我前几天 放假上礼拜放假的时候 带我小孩子去骑脚踏车 然后回来的时候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公园里面 中正一文广场 那我们中正一文广场好多人在玩Pokemon 然后我们骑车回来的时候 一路上真的是快差点撞到人 因为前面的前面的每个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 都不看前面的路 那我们骑在那边真的超危险的 真的差点会撞到人 所以我觉得真的你要玩Pokemon 而且玩得非常入迷的人 你真的要去多保险一下 意外险多保一点 那底下还有很多金管会 保险业者怎么样跟这个宝可梦 学习这个宝可梦 或者利用这个宝可梦的关系去行销他们自己的商品 然后底下还有讲到金融行销的一些现象 那这篇我觉得写的还不错 是那个本文作者职业律师 是谁没有写 完整内容在那个能力杂志 9月号能力杂志 好那这一个呢 我觉得这篇写还不错 就是从保险梦谈金融行销与争议处理 在这个udn.com的网站 如果你要看这篇文章的话 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关键字 或者是我等一下把这个文章的网址 直接附在我的那个YouTube的影片的下方 让你来看一下这篇 我觉得分析的还不错 那大家如果对网络行销有兴趣的人 而且你是做实体店面的 赶快去撒花吧 吸引多一点人过来 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就到这边了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